她是一个患有重度脑瘫的女孩 正瘫坐在地上 面容扭曲 手脚抽搐 一个猥琐的男人悄悄摸进来 她抓起女孩的脚就轻 还抱住女孩 把手伸进她衣服里 女孩拼命挣扎 却因为情绪太激动 昏了过去 男人顿时慌了 她把女孩拖到卫生间 用凉水畸醒 然后跑掉 男人鸣叫中都 曾因车祸致人死亡而入狱 前不久才被放出来 这样一个混蛋男人 出狱的第一件事 却是用身上紧剩的钱 帮母亲买了件毛衣 尽管那时已是寒冬腊月 而她自己身上 只有一件短袖 中都顶着寒风回家 一敲门 开门的却是一个陌生女人 原来中都的家人早就搬走 却没有一个人通知她 中都下楼 跟小卖店老板讨了块豆腐吃 象征以后做人要清清白白 可她很快就饿得不行 找家饭店吃了顿霸王餐 饭店老板报警 她又被抓进警局 最终 还是警察联系上她弟弟 弟弟才来把她接走 中都被送到新家 见到母亲 中都很兴奋 但卧室出来的哥哥 却一脸冷漠 中都拿出毛衣给母亲穿上 母亲也只是满脸无奈地笑了笑 显然这个家 没有人欢迎中都 第二天 中都提着果兰 去看望当初被她撞死的受害者家属 门没关 中都走了进来 看到一个女孩摊坐在地上 正是欢有中都脑摊的公猪 中都有点好奇 蹲下来和她聊天 这时 一个男人进来 她是公猪的哥哥 也是受害者的儿子 男人认出中都后 立马粗暴地将她赶走 不过从那以后 中都就一直忘不了那个女孩 还经常去她家楼下看 这天 中都又拿着花找过来 被邻居看到 问她是谁 她谎称自己是送花的 邻居很惊讶 居然还有人给公猪送花 她从花盆下拿出钥匙 打开门 接过花 然后把中都关在外面 可中都并没有离开 她在附近逛了几圈 等邻居差不多走了 又返回去 拿钥匙开门 公猪果然在这 中都坦诚说 我觉得你很漂亮 还拿出一张名片 放在镜子上 希望公猪有空联系她 谁知 她开始克制不住自己 抱着公猪 双手越来越过分 直到公猪昏过去 她才突然清醒 急上裤子想跑 但是又怕公猪昏死在这里 她把公猪拖进卫生间 先狠扇自己几巴掌 然后又凉水把公猪击醒 看她没事 这才离开 而醒来后的公猪 没把这件事告诉任何人 因为她知道 没有人真正在意她 哥哥和嫂子早就搬走 霸占了她的残疾人福利房 只会在有人来检查的时候 把她带过去 检查完了 又送回来 人在这里请邻居照顾 公猪甚至觉得 或许只有在中都眼中 自己还算是一个 有魅力的女人吧 这天起床 公猪穿了身漂亮衣服 又给自己化起了妆 这个患有重度脑瘫的女孩 第一次化妆 她扭曲了手抓着口红 批命往唇边靠 却怎么也涂不上 慢慢的 公猪流出泪水 疾病早就剥夺了她爱美的权利 让她痛不欲生 这时 外面传来女人的声音 是邻居 她经常带着丈夫来公猪家发泄欲望 因为在这里不怕被打扰 对于房子里的公猪 他们视而不见 丝毫不去考虑 公猪有着健全的思维 她也渴望被关注 被爱 晚上 公猪使劲拿下镜子上的名片 这是中都留下的 她拨通上面的号码 中都接到电话 既惊讶又欣喜 她很快赶到公猪家 公猪直接问她 为什么那天要给自己送花 听到这儿 这个脾里脾气的男人 却害羞的挠挠头 说自己也不知道 公猪对她翻了个白眼 告诉她自己的名字 中都一听 故作严肃的说 那我就喊你公主殿下吧 一边喊 一边扶下身子 说她要当公主的将军 从这以后 中都经常来公猪家 帮她洗衣服 陪她聊天 两人聊着自己最喜欢的季节 食物和颜色 都是些情侣之间常聊的话题 公猪说 她最喜欢墙上那幅挂毯 但到了晚上 外面树枝的影子会投射进来 让她感到害怕 中都立马表示 我能把这些影子变没 然后还装模作样的念起咒语 虽然树影没有消失 但是公猪却不再害怕了 这天 中都带着公猪去约会 他们坐在电车上 公猪看到对面的一对情侣 女孩在用瓶子 轻易地敲男生的头 看着看着 她幻想自己站了起来 也用瓶子敲中都的头 公猪沉浸在幻想中 一脸傻笑 而中都就这么看着她 不久 中都带公猪去餐馆吃饭 明明还有很多人 老板却说要关门了 中都知道老板在赶他们走 刚想发火 但想到还在跟公猪约会 她忍了 她把公猪带到哥哥的修车店 点来外卖 吃两人都喜欢的炸酱面 他们吃得很开心 到了晚上 中都开着店里的车送公猪回去 路上堵车 她抱着公猪在马路上跳起了舞 这一刻 所有人都成了他们的观众 把公猪送回家之后 中都回到店里 却因为开走客户的车 害客户等了很久 被哥哥用铁棍狠狠打了一顿 过了两天 她去找公猪 帮她洗头发 细心打理 因为她要带公猪去一个重要的地方 在一间高级餐厅 一个男人推着轮椅进来 轮椅上坐着一个患有中毒脑瘫的女孩 在路人奇怪的眼神中 他们来到包厢 原来今天是中都母亲的寿宴 她带着公猪参加 但这让母亲感到很难堪 脸色低沉的看着他们 哥哥把中都喊到外面 狠狠骂了她一顿 原来当年开车撞死人的不是中都 而是哥哥 为了哥哥的贤诚 中都自愿帮她顶罪 哥哥却过河拆桥 他甚至觉得中都带受害者的女儿过来 是故意在为难她 中都什么也没说 沉默地离开了 他只是想带公猪见见家人 吃顿饭而已 餐后 大家要派全家福 中都执意带着公猪一起 但是家人不肯 哥哥还把公猪推到一边 为此 中都不惜和家人决裂 带着公猪走了 不久 他把公猪送回家 正要离开 却被拉住 公猪吃力地表达自己的爱意 还说要把全部的自己交给他 中都不知所措地挠挠头 然后慢慢脱下自己的衣服 等公猪的哥哥和嫂子回家 看到床上赤裸的两人 以为中都侵犯了公猪 惊呼着把邻居都叫了过来 然后报警 抓走中都 警局外面 两家人协商 公猪哥哥说可以私了 其实他只想要钱 但中都哥哥哪肯出钱 他巴不得把中都送回监狱 警局里 公猪极力想帮中都解释 但他这种病 越是激动 就越说不出话 眼看中都要被定罪 他拼命挣扎 用身体使劲去撞柜子 表达自己的抗议 可这一切 都被当成不堪受辱的悲愤 最后 公猪被送回家 绝望地躺在床上 另一边 中都看准机会 突然起身 冲出了警局 他还有一件重要的事要做 等警察找到他时 他在公猪家窗外的树上 一根根剧掉那些树枝 他要让挂毯上的阴影永远消失 要让公猪在没有自己的日子里 也不再感到害怕 公猪看到墙上抖动的阴影 知道中都来了 他努力打开窗 把收音机摆到窗边 声音开到最大 用这种方式回应中都 中都剧断了最后一根树枝 大喊着公主殿下 从树上摔了下去 被警察带走 过了一段时间 公猪收到中都从监狱寄来的信 让他照顾好自己 而公猪也学着坚强独立的生活 在正常人眼中 他们之间的爱情 是难以理解 甚至是罪恶的 世俗的偏见如同荒漠 而他们早已成为彼此的绿洲 之后 还能够自知 再次应该什么 互相 继续